特利加奥特曼16话,Boss乌拉回归,黑班机复活,伊格尼斯报仇失败。 特利加奥特曼下周即将迎来第16话的精彩剧情,不得不说第15话又是燃爆的一话。 卡姐的人间体终于上线了,实际上,卡姐人间体的扮演者就是卡姐的声优。 所以,这次算是本色出演了。不得不说,远古这次化妆还不错,造型看起来无比犀利。 接下来,在特利加奥特曼第16话的先行剧情故事中,Boss乌拉幻色回归,这次变成了毁灭欧家,与此同时,黑班机复活了,果然是伊格尼斯变身黑暗特利加。 然而,伊格尼斯报仇失败,最终依旧不是希特拉姆的对手。 还是先来看一下重点,之前很多小伙伴就已经猜到了,伊格尼斯会变身成黑暗特利加奥特曼。 当初黑暗特利加奥特曼被击败的时候,伊格尼斯就吸收了黑气。 当然,伊格尼斯也不算彻底的反派,他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复仇而已。 所以,本日上来说,伊格尼斯不会针对特利加奥特曼。 然后就是黑暗特利加奥特曼的出场,这里还是要夸奖一下这个出场的动作。 虽然是邪恶奥特曼,不过远古这里给出的姿势却是正义奥特曼的姿势,看起来非常不错。 黑暗特利加奥特曼,黑暗特曼这次帅气多了,内核部分是伊格尼斯。 当然,后面伊格尼斯无法压制黑暗特利加的力量,所以才会暴走。 然而,伊格尼斯的表现确实很糟糕。 本来,伊格尼斯是为了向希特拉姆报仇,但是从对打画面来看,希特拉姆还是要厉害一点,结果希特拉姆压着伊格尼斯打。 当然,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说伊格尼斯还没变身。 实际上,伊格尼斯本身就不是地球人,这变不变差不多,打不过就是打不过。 后面伊格尼斯变成了黑暗特利加奥特曼,但是从画面来看,伊格尼斯依旧不是希特拉姆的对手。 是不是黑暗特利加奥特曼就打不过希特拉姆呢?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,不过就设定来看,估计不是这么回事。 也就是说,如果是真正的黑暗特利加奥特曼,他估计比希特拉姆还是要强一点。 但现在是一个迷思在操作,所以打不过也可以理解。 除此之外,曾经的Boss怪兽乌拉回归。 当然,人家现在是幻色乌拉,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那只强大Boss。 这皮套看起来很棒,感觉黑暗特利加和毁灭欧家就是一个类型的。 没想到,这两个家伙竟然打了起来,实在是让人意外。 所以,第十六话依旧很然,又是精彩的大混战呀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